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肃沁 从1999年出征 世不爹国会议席以来 就不曾输过 至今已经蝉联了 五届的国会议员 那来临的全国大选 郭肃沁是否会坚守世不爹 目前是还有待宣布的 不过他的竞争对手 是已经出现了 龙雪华清前团长李伟康 早前就宣布 将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 来竞选世不爹国席 他今天召开了政见发表会 强调自己参选的主要目的 不是分散选票 而是提供选民多一个选择 吉隆坡世不爹 一直都是行动党的堡垒 党副主席郭肃沁 从1999年开始 五度赢下世不爹国席 二十几年来 老对手马华候选人 都无法撼动他的地位 2018年的509大选 郭肃沁的多数票 更是超过5万张 而曾在上届大选中 为郭肃沁站台的 龙雪华青前团长李伟康 在国会解散当天就宣布 将上阵孕育自己多年的 势不爹选区 可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引战郭肃沁 42岁的李伟康 在吉隆坡文良港出生 2002年毕业于软件工程系 活跃于华团和社会运动的他 强调 出来竞选并不是为了瓜分选票 而是想为选民提供政党以外的 另一个选项 如果你是支持 那个候选人的话 请继续支持他 但是如果你打算不出来投票 你打算躺平的话 请Separd的居民 心里把这一票 试试看 投给我 我们能够 我的出现 能够让你被看中 我的出现 投我一票 能够让你被以后当选的议员 更看中你的存在 李伟康今天在大城堡 召开证件发布会时指出 我国有个最大的党 叫做懒惰投票党 他希望自己的出现 能让那些对国内政治冷感 和失望的人出来投票 进而提高投票率 他也计划在当选后 推动国会议员罢免法 和吉隆坡市长直选 促进我国的民主进程 同时也是一名YouTuber的 李伟康表示 他将透过内容创作 来接触年轻选民 同时他也希望 把自己的竞选经验 拍成纪录片 让将来有意从政的年轻人 有个除了政党以外的参考对象 本台之后尝试联络郭素庆 了解他对这名潜在对手的看法 但至结稿为止 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八度空间林小倩吉隆坡报导 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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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人小贵 低nica的处费 把 tumor放 тог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